母亲节前夕林口蔡淑君议员每年总是会贴心的邀请到专业的摄影师和化妆师 发型师帮个礼所推派出来的模范母亲拍全家服 淑金预言也会特别到场 这次她来到湖南里的母母家中跟她们一家二四口一起合照 现场是气氛温馨感动 母亲节前夕林口蔡淑君议员总是会贴心的帮个礼推派出来的模范母亲 邀请摄影师一一的到各家拍摄全家服 有这样的构想是从大概95年开始 那我觉得以往都是送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牌匾 我觉得比较没有什么样的意义 后来就跟团队沟通之后 我们就想说可以到这个模范母亲或模范母亲的家中 帮他们做张全家服的拍照 贴心的淑君阿姨还特别掏腰包请来专业的发型师以及化妆师 帮全家人化妆为全家留下美好的全家服纪念 那有的妈妈会换了好多套好多套的衣服 把它最美的呈现给大家 我想妈妈的辛劳就在这一刻 她一定感受到满满的家人对她的一个爱跟感谢 很高兴啦 宜兰来到三天我们整个的那个全家服 很高兴 感谢再感谢 很感谢淑君阿姨 难得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拍一个全家服 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多 然后也趁这个机会就全部的人都可以一起共襄盛许 然后也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其实说非常感谢宜兰以外 我们也感谢我们母亲来的招式招式 这些配合很富的地方都拼回来 陈夜秀成女士跟先生从事辛苦的养猪业 还要拉拔六个孩子长大 如今孩子们也开枝散叶 一家共二十四口 可以说是一位相当幸福的阿嬷 此时获得模范母亲肯定 还能在这么欢喜的时刻 透过淑君阿姨贴心安排的全家服纪念 跟全家人共享 相信一定会成为他内心最难忘的幸福时刻 以上新闻记者林郑杰林口采访报导